我觉得深圳的这个城市呢 是非常有希望的城市 第一批来的这些 六零七零别代的这些人 都是比较能吃苦的 温董是第一个最大的 接触这个厂区毕竟 我家国开业是白手起家的 所以现在很辛苦的 是这样子一步步地走到现在 从原来的那个不是深圳人 变成是深圳人 我老婆他爸就说过 有时候他做生意 有时候是看缘分 他既然认识了 他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其实呢说心里话 我对毕竟这个谈品的时候 是非常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又是来哪里呢 说心里话这是我也很难说得清楚 喝温 爱温 我是客家人嘛 我想能到深圳这边来发展的话不是好事嘛 那时候呢我小年纪也不是很大嘛 二十多岁吧 反正自己去堵一堵拨一拨 从县城到这边要十五个小时 到下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很搞笑了 洗脸的时候发现哇 白色的毛巾就变成黄色了黑色了 非常开心 一点的疲劳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想 我们要是能够这边发展下给他多好啊 一开始是做业务员 一做工具二走路 三骑自行车的 工资很低 不吃苦不贫呢 我们是三骑的人了 身份证 做一个赞助证很不容易的 一定要自己有企业 所以就这样呢自己注册一个宝殿庆 是2002年开始呢跟毕生云合作的 一个偶偶的机会呢也是缘分吧 那个邀将会上认识了那个赵董事长 他说他也有个产品卷回来问我愿不愿意做 所以我也呢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说既然朋友认识了 这产品做就做呗 想能代理的产品了 我希望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 能够把这东西呢做好 做大起来 能成功出来 刚开始也没广告 跟各个连锁店呢那些药物店的关系比较好 我说你们呢不用担心 我不要收你的款 你先卖 卖完了 回款给我卖 那么这样呢很多客户呢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连锁店呢就不是想上就上 它要求比较高 走了那个四家的连锁店最大的 就是把我们产品放在呢 进大门最漂亮的位置 这一点我做到了 我自己觉得也很有面子 产品的自然那些好像市场打开了 那两天干了干了生病了 我怎么把必生烟当自己的东西啊 不惜代价把命都可以放在上面去做这个 说明了我呢对产品呢还是非常有信心 我把货铺上去了以后到底能不能卖 关于有什么其他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 谁给我承诺 推翻货啊会售后服务跟踪啊 但是呢我一直坚信这产品呢 减得好 不是说靠它广告吹出来的 是靠大家那口碑传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也很坚信 一直坚持下去 也很多人没做哦 做了一段时间 那么从02年开始是某年在增长 因为要先打款嘛对吧 资金比较紧张 我还拿房子去抵押贷款 我家里也会说 你胆子这么大 你来深圳就是一套房子啊 万一有一天你做不好了怎么办 我们就又回老家了 我说呢我一直做什么东西 我都很有信心的 而且呢我一般呢 比较考虑比较周到吧 你相信我 我说你一辈子都交给我了 你还怕这套房吗 那有的负货买回来呢 就说你这产品买回来 听说是没有那么好哦 他说我们服用了半年一年多了 后来我们通过到他的家房 跟他真诚的沟通 他们就认可了 有保鲜品东西我都做过 但是卖的最好的呢 是低线人 是龙头老大 交上最好的 造就了我的公司的民度 也帮助了我的企业 包括我本人 也提升了自己 所以我经常的把自己 都当了毕生人 人家叫我毕生人 你过来 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一下 两三个人 到现在呢几十个人 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说心里话 花了好多年时间 刚来深圳时 我是一个自己 好像说呢 完全是靠一个人 啥东西都没带过来的 今天呢 我说呢 能有幸的做这个产品 把全家移民到深圳来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不管以前工作有多累 多苦 我觉得值得了 你付出了 你就会得到 你用尽其还赐上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会 岁月不知人间 一个新年反正呢 有毕生人 我就一直做下去 毕生企业呢 一辈子就毕生的缘分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